歡迎回到前半百 我是鄧凱銘 剛剛玉堂說了 這臺股行情跟著國際股市 一起沉淪淪落 很難短時間之內 有見到可以眉開眼笑的轉機時刻 但是短時間當中 投資朋友如何的趨吉避凶 有人說有些投資 必須在這樣的修正當中 找機會點 甚至存股是不是可以存 其實最近很熱門的一些ETF商品 特別是配息的ETF商品 最多人在討論 特別是最近剛好搭上 寄寄配息的ETF 這檔商品00878 叫做國泰永續高股息 最近特別多人在問 而且今天量也好大 月跌反而看到投資人越愛買 我們要先說說 到底這種季配息的ETF商品 是不是越來越多 如果以我們目前看到的商品來講 最近話題震熱的 每季都來配息的 包括了有1月4月7月10月除息的00888 永豐台灣的ESG 另外呢2月5月這個月5月要除息的還有8月11月要除息一年除四次的永續高股息 國泰永續高股息中性關鍵半導體中性小資高價30 還有富邦特選高股息30 這些都是寄寄配息 而且這個月要配的再來有3月6月9月12月的中性綠能跟電動車 好這是寄配息的ETF 為什麼最近這麼夯請教志遠 對其實呢為什麼這些寄配息 為什麼這麼夯 就是因為說他們呢 過去的ETF呢 早期是連配或半年配 現在已經計畫他寄配 就是說每三個月他都可以領到息 是相較於台股的話 你可能要等一年才能領到一次 對啊一年配一次 對就是今天有基金商品ETF商品配四次 對所以感受上來講會比較好 感覺上有拿錢的味道 而且呢更有很多投資人很有才 把剛剛凱銘講的那些不同時間配息的 每一個各買一張 等於變成一年每個月都配息 對對對很妙 真的喔 那剛剛凱銘提到這個00878 其實新的這個國民的ETF 其實為什麼叫國民ETF 像凱銘也是國民主持人 為什麼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愛 那叫他叫國民ETF 新國民ETF 那當然要拿一些證據出來 比如像這個0056的話 他的受益人數非常的多 現在已經超過60萬 但是呢他是花了多少時間 14年的時間才累積到將近60萬 60萬 14年的時間 對可是我們看這一檔 00878 他現在的這個受益人數是多少 已經有48萬了 他成立還不到三年的一個時間 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就能夠累積這麼多的受益人數 所以為什麼叫他是國民的ETF 過去一年15萬變成48萬 非常的高 增加了有33萬人 對而且我們看到過去這個股東人數的一個增加 增幅還高於還僅次於什麼 台積電 表示說真的是非常的受歡迎 但是呢這次他在前幾天公佈他要配息 這次的配息居然引起市場上更多人關注 到底怎麼回事 那主要就是說因為他是強調是高配息 所以呢這次大家算一算之後發現到 在這一次如果配息之後呢 他的年化配息率是相當的誘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受青睞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我們有講到他是季配息 而且呢他其實是我們台灣第一檔季配息設計的這樣的ETF 後面呢都是在他後面才出來的 所以他是第一檔後面很多人覺得哇他賣得那麼好 我也跟著推季配息 沒錯那第二個呢他其實是有主題性的 你看從他的名字有永續 所以呢他有什麼ESG的概念 那又有什麼高股息 所以呢他是我們第一檔 結合了ESG跟高股息概念這個ETF 那當然我們有講ESG這樣的一個體材 其實是目前來講全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個投資險學 那麼第三個呢我們有講到講高股息 我們特別在節目上其實好幾次在這個前線百分之下 資源都有強調一定要穩定 如果你沒有穩定的話 其實這樣的一個配息呢就沒有受到青睞的條件 但是呢我們看到就是說這個00878 的確他的持股的部分呢相對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周轉率比較低 所以呢他比較衍生這些相關的費用就比較少 相關的費用是什麼 如果他可以穩定周轉率低一點的話 可以減輕很多的相關的額外費用 對沒錯因為你要換股的話 你就會一些交易成本 換股可能會損失成本 對對對對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的成本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周轉率相對比較低 周轉率低持股比較穩定 下一張來看看喔 那到底他這一次所公佈的這個配息狀況如何 為什麼這一宣佈之後引起市場特別的關注 而且網路話題特別的熱度高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878這次宣佈是配多少 是0.32 那我們算法很簡單 我們就0.32去除以他目前現在的一個股價 大概18.34 如果以今天的一個收盤價來看的話 大概是1.71 那我們有講過 因為他是季配息 所以這個6.9怎麼算出來呢 志遠有在前線百分百交過好幾次 他季配息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乘以4 所以就得到這個6.9 但是我們有講過這個乘以4不能亂乘 為什麼 如果說他一劑配0.32 一劑只有配0.1 那就不行 我們要看過去過去呢 他配息夠不夠穩定 差不多是不是就在0.3 0.3上下 真的喔前幾次都有滿足這樣的條件 這次反而是特別在哪 因為最高0.32 超過0.3 對也就是說如果配息夠穩定的話 這樣的年化保存率才具有參考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他配息為什麼可以創新高 剛剛凱明有提到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持股 他這些持股真的在這個目前台股的一個 相對於熊市的一個狀況底下的話 反而是提供很好的保護 比如說我們舉個幾個 譬如像像華碩 今天像微星也非常的強勢 為什麼 除了基本面好之外呢 你看他的股息殖率 華碩有超過百分之十 維新有超過百分之八 那你看南亞洪基廣達這一些 不是我們講高股息 一般都是以五為這個標準 但是你會看超過的 超過而且超過非常的多 而且這一些呢 其實有很多公司 都是過去十多年來 穩定配息的好公司 哪怕是歷經過這個亞洲金融風暴也好 或者是全球金融海嘯也好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穩定的公司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的話 也讓他的一個配型能夠有創新高 好 那講到說既然這樣的好 而且這樣的吸引人誘人 很多人都搶進來想要買 但是呢對於這種00878 大家都知道他息很高的情況之下 跟著要一起一窩蜂的搶 要怎麼搶 要注意什麼 好第一個 那如果你要搶這個息的話 你一定要留意 他已經快要除息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說他除息是哪一天 是5月18號 5月18號 月中下個禮拜 對我們也做了日曆在這邊 18號 那表示說我今天如果還沒有持有00878的 或我想要加碼的 要在什麼時候買 哇今天已經不能買了 因為收盤了嘛 所以明天後天大後天一直到5月17號呢 都可以買 下禮拜三除息 除息的前一天是最後的買進日 對 5月17號 也就是說最後一天 你在5月17號這一天買 都還有資格參與配息 但是5月18號因為要除息了 所以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當天你們之前一天沒有的人 就不得參與 對沒錯 沒有這個全力參與 對這幾天剛好 剛剛也提到國際股市有壓力 臺股也有壓力 是拉回修正當中 說不定有好的機會點 這價格會更漂亮一點 沒錯 今天看起來他的量其實很大喔 今天量非常大 超過了十二萬張的大量 你看只要難得一拉回 就見到今天一窩蜂的人想搶進 大家都想到下禮拜要配息了嘛 沒錯 但是我們要想這個問題啊 要配息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如果大家一堆人搶著去買 本來說的零點三二元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股權上的稀釋 會不會讓大家沒有辦法拿到這麼實質的 零點三二元呢 其實市面上大多數的這個ETF 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公佈高股息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多投資人就會搶進 搶進的結果呢 就會造成他的一個股息可能被稀釋 是啊 你看今天量這麼大 而且那麼多人搶進 就覺得說難得跌下來十八塊 趕快買啊 對那還好他們已經發現這問題 所以呢他們設計這個叫做收益平准機的機制 在這個機制底下呢 就不用擔心會配息 會受到稀釋的一個狀況 收益平准金機制 這一般的配息高配息的ETF商品 你剛剛講到不是每個人都有 對 不是每個人都有 那這一檔一定有 這一檔有這樣的條件 對 什麼叫做收益平准金機制 好 收益平准機制呢 這很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買進ETF的時候 也就是說如果有這個收益平准機制的這個ETF呢 他會按照你買進的時間點 來提撥等比例的配息的一個金額 那什麼叫做等比例的配息金額呢 如果你比較早一點買 你提撥的比例就比較低 比較低 那如果你越接近配息日買 你提撥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我越接近我想說就這樣好了 反正我在除息的前一天 我再進去就好啦 但是進去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被迫提撥的比例高一點喔 對 我們這邊有一張圖喔 如果這是你要投資的錢 譬如說這是一萬塊 你要買這一檔ETF好了 那麼如果你是前一天 你才準備要下去買的話 你就會發現什麼問題 你提的平准金呢 因為我們有說過 越接近配息日買 你提撥率要比較高 所以剩下的這個白色的部分 才是你真的的本金投進去 對 投進去的 去買這個ETF的錢 你就會發現說變少了 因為你提撥平准金的地方變多了 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時間 比較久 買的時間比較久的話 你提撥平准金的比率就降低了 可以買到ETF的 真正的股票的商品 就比較多了 這樣比較公平嘛 對不對 有人投資很久了 結果你最後一天再殺進去 對 然後跟人家有一樣的這個權利 那當然呢 就有設定這樣的所謂的收益平准金機制 會在這樣的商品當中 比較公平一點 對 比較公平一點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 你說不是每一檔都有這樣的平准金的機制 目前有的呢 大概是哪些 目前有我們剛剛講的00878 還有像00731的富華富時高息低波也是有 他是十足 那麼00888的永豐台灣EH1也有 所以這三檔呢 是少數台灣的ETF裡面 有收益平准金制度的 好 所以可以比較公平 不會讓我這個老股東 遭遇到比較新股東 這個排擠我的這個股息分配的話 對 如果要最好是有這種收益平准金制度的 高配息ETF商品會比較公平一點 對 而且能夠確保他每一次的配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配息的頻率一樣 他在每次配息的時候就穩定 穩定的結果呢 我們再算連化配息率的時候 就比較精準 好 要穩定 要配息 要拿到手上才是重點 重點是對於這種高配息的商品 如果最近熱度很高 大家都想搶進 趁著拉回的時候買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 可能買進的風險是種 真的是一年可以配四次 那四次我都拿去投入本金的話 才有這個負利的效果嗎 對 沒錯 我們先講一下 這些這些相關的配息ETF 你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我們有講過年化配息率 像計配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會把單次的乘以四嗎 但是那個只是參考 並不是保證實際的配息 好 強調喔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配那麼高 不是每一次 但是我們要把他之前的這個配息的範例 當時的一個配息程度拿出來看 是不是每次都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 對 不過投薪公司 已經有注意到就是說 市場上要的需求 是一個穩定的配息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又比較著重 所以為什麼才有這個收益平準金的制度 就是要力求每一次的配息 都會相對來講是比較穩定的 好 另外有講到高配息率 不等於高報酬 我就是為了高配息 覺得是個高報酬 而且一年可以領四次 我才來的啊 為什麼這樣的說法 那當然來講就是說大家都想要覺得說 配息就是拿到錢 就是我賺的錢 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 因為配息呢 就跟我們的股票的除息是一樣的 價格會掉下來 那這個ETF它的價格呢 要填息 你才是真正的把息給賺到 沒有填都不是你的啦 對 沒錯 如果他除息之後呢 因為市場的關係 如果他還往下跌的話 那你還是沒有賺到他的息 你只是帳上先拿到 但是你的其他的另外一塊 資本利得的部分 是有虧損的 有人說 會把這種個股也拿來當作 這個短線操作的這個標的 值得這樣做嗎 還說這樣的商品 真的要長期才有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種配息的ETF 如果我們把它長期來看的話 相對來是比較穩定的 如果你把它當價差操作的話 往往呢比較不容易賺到 他的一個資本利得 我覺得還是要做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投資 你才能夠看到就是他存股的相關的一個績效跟效果 好 謝謝資源告 大家請資源回座 剛剛也講到了 記得今天量蠻大的 大家覺得說一難得拉下來 就一堆人衝進去了 但是他有平準式的基金機制 可以讓這個老股東不至於損失在股息上的收入了 但是也要特別留意他的除息日之前買進才有這個資格 以目前來看 像這樣的商品今天非常熱門 他是下個禮拜十八號除息 所以要在十八號之前十七號以前參與 才會有這樣的條件跟資格 提供給大家這種際配息的高股息ETF商品 最近變成了新國民存股的ETF 我們好好地講息解析清楚 告訴大家怎麼玩還有怎麼投資 好 但是呢 待會回到現場告訴大家 勝利日到底誰勝利了 現在的烏二大戰打個沒完 全球的市場真的要拉進去一起陪葬嗎 待會告訴你